美國更新南海報告 5艘航母雲集印太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2022年新年開始 美軍兩艘核動力航母和兩艘兩棲攻擊艦 准航母雲集印太 另一艘核動力航母林肯號也在趕旺印太 美國務院更新報告 指責中共在南海的大部分主權主張不合法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表示 在未來一、兩年當中 他最擔心太平洋地區發生戰略意外 2022年1月12日 美國國務院海洋及國際環境與科學事務局 發表了海洋疆界第150期 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主張系列報告 這是在2014年發表的 第143期有關報告的基礎上做了更新 這份總共47頁的新報告 蟬述了中共以歷史權力為依據 在南中國海的大部分主張 並無法律依據 並對北京聲稱擁有海洋權的一百多個島嶼 進行了技術分析 探明這些島嶼在潮水高位時被水淹沒 所以按照國際法 中國對這些島嶼周邊12海里的海域 並不享有主權 這份報告是2014年一項研究的更新版 當時的版本也質疑中方的九段線主張 美國國務院當日在一份聲明中 頓促中共當局在聲索海洋權益時 尊重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相關國際法規 並遵守國際仲裁庭 針對南中國海問題做出的裁決 2016年7月 一個國際仲裁庭 亦裁定中國對南中國海大片海的主權主張 不符合國際法 2021年7月在紀念國際仲裁庭 做出有關裁決五周年之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 重申了時任特朗普政府一年前宣布的 針對南中國海海權聲索的政策 也即明確宣布美方認為中共提出的 涵蓋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離岸資源權利主張 完全不合法 並譴責中共使用強權積功利的恐嚇手段 損害東南亞國家的主權 聲明還說 美國與東南亞盟國與合作夥伴站在一起 根據國際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和義務 來維護他們對離岸資源的主權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所長蘇紫雲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美國引國際法和科學數據 平和推翻中共九段說 歷史權利說沒有根據 性索方式也不合國際規範 蘇紫雲說 中共在南海訴求中提到的島嶼 張潮就看不到 在國際法上不被認可 中共卻將它變成人工島嶼 再借此說它有這些海洋主權 所以被嚴重推翻 蘇紫雲強調 中共不僅將南海軍事化 還核武化 南海議題就不再只是單純的主權聲索議題 涉及到核安全 因為南海是中國核潛艇最重要的活動海域 他們的戰略核潛艦主要都部署在南海 連結到南台灣巴士海峽 菲律賓海對美國造成威脅 蘇紫雲提到 南海海域關聯到東北亞、非洲、 歐洲重要全球航路佔二分之一強 南海貨物運量每年價值佔全世界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 南海肩負海上交通、軍事安全、主權糾紛 成為複合式區域安全問題 以資呼名義成立的北京大學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平台 2022年1月11日發布消息說 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大隊 及埃塞克斯號兩棲戒備大隊 1月11日進入南海 北京時間1月11日晚深夜 美海軍埃塞克斯號兩棲戒備群 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 據AIS信號顯示 美海軍另有兩艘驅逐艦 奧海恩號及麥菲號 也正隨著兩棲編隊一起行動 北京時間1月11日上午11時左右 據Planet衛星影像 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 出現在東馬來西亞附近的海域 今次經由巴拉巴克海峽進入南海活動 預計接下來兩者很有可能在南海會合 開展聯合行動 這是美軍新年禮首次進入南海地區 同時也是自2021年10月31日 卡爾文森號時隔2個多月再次進入南海 2021年9月5日、6日連續兩天 卡爾文森號航母在南海出動艦載機 開展飛行訓練活動 隨後在2021年10月31日 衛星有捕捉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 傑克森號、 貧海戰鬥艦和日本海上自衛隊加賀號直升機驅逐艦 在南海開展聯合行動 除了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大隊外 當地時間2022年1月3日 美國海軍Abraham-林肯號 從加州的San Diego基地出發 前往印太地區 投入到新一輪的部署 同卡爾文森號一樣 Linken號航母搭載了一艘 遞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的F-35C 艦載機中隊 除了卡爾文森號和埃塞克斯號外 在日本的橫衰賀港 目前停泊有美國的列根號核動力航母 佐世保說 停泊有美國的另一艘兩棲攻擊艦美利堅號 目前美國在印太海域部署兩艘核動力航母 兩艘準航母 加上正在趕往印太的林肯號航母 美國五艘航母和準航母齊聚印太 這在異戰後可以說是很少見的 在2022年1月10日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 在華盛頓致富戰略氣國際研究中心演講 提及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盟友 坎貝爾指出 美國在印太地區具有巨大的道德、戰略和歷史利益 但美國對這個地區的援助力度還是不夠 他說如果你觀察並問我 我們最有可能在全球哪個地方看到某種戰略意外 建立基地或某種協議或安排 那很可能是在太平洋 他強調最擔心在接下來的兩年內 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需要與澳洲、新西蘭、日本、法國等合作夥伴加強合作 路透社的分析人士表示 坎貝爾可能表達的是他對於中共打算重建 吉里巴斯坎頓島的關注 吉里巴斯 反對黨議員去年表示 中共準備整修該國偏遠的坎頓島上 美軍廢棄的跑道和橋樑 坎頓島位於美國夏威夷東北部3,000公里處 並處於美國和新西蘭與澳洲的航線上 異戰期間 美國海軍在英屬坎頓島上 興建了一座6,230呎長的跑道 作為往來於夏威夷、澳洲、新西蘭軍機的中轉站 戰後這個機場成為民航機的中轉站 並在1968年停止使用 並逐漸廢棄 但這個機場仍是太平洋地區小型客機航線的緊急逼港機場之一 以上節目內容由東方號提供 開放在1969年入面 開放在1961年入面 全面的層坎頓島上